你的第一个问题 我希望对方不要建议我是个杯子控 喜欢杯子 对 我非常的喜欢杯子 就是我有不同的场景的时候 用到不同的杯子 比如我喝牛奶的时候 有个牛奶的杯子是一个高的 然后喝鸡尾酒的话 会有一个那个三角杯 然后威士忌的话 有威士忌的杯子 然后我家里面 朋友来到我的家会给我吐查一句 别人家的酒鬼都是酒 你家的酒鬼只有杯子没有酒 我觉得我很欣赏他对杯子的喜爱 不同的器皿带给了我们不同的体验 你不光是请别人吃什么样的菜 能够体现出你的热情 用什么餐具 非常能说明这个问题 你看一些一个片子 请客了 把我那套迎餐具拿出去 我有拿得出手的杯子给你们看一下 这一杯子就是一辈子 8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刚看VCR 你喝不同的酒会用不同的杯子 那我想问一下 那你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注重仪式感的人吗 A 我在生活中仪式感稍微注重一点点 但是也不是很多 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小爱好 就是我朋友来我家聚餐的时候 我会给他们分不同的杯子 因为他们可能有些喝不同的酒 明白了 谢谢 你白酒杯子有什么要求吗 白酒一般我用碗 用碗 分为感 15号 男嘉宾 你好 我也是一个平时很喜欢收集东西的 不过我喜欢收集的是袋子 每天出去玩一圈的话 能带回来十几个袋子 我还舍不得别人碰它 就是坐地铁上 别人可以弄脏我衣服 但是不能弄坏我的袋子 这个爱好我也有 就是喜欢收集一些袋子 对对对 女嘉宾提到的 袋子的这种囤积习惯 跟它的这种杯子的 分别使用习惯 还有心态上的差别 囤积P是一种就是越多 觉得心里觉得越充实饱满 但他刚才对杯子的强调 背后是秩序感的强调 它不仅仅是收藏 如果你在它的三角杯里喝威士忌 那就浑身难受 所以囤积P是一种 然后秩序感的使用是一种 这种强秩序感 你们可以观察它 在之后生活当中的分类 甚至情感当中的分类 边界感会非常明确 这是一个加分项 讲究人 没有